好 各位 大家好 我是五十三伏的爆裂羊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今日的拳王爭霸 今天拳王爭霸我一樣是拿到第二名的成績 今天的話是技能觸發增加30% 今天這模式真的是我的傻白 真的是一個傻白跟爪巴是一個很外掛的存在 我們從第三場開始看 第三場的話是20萬的大門 所以我們就 然後 前面的話就比較普通沒到很精彩的部分 最精彩的還是就是剛才可能就是 普通賽場的話就是第八場跟第最後一場 天狗是完全是沒有技能沒有放到一次的大招 然後爪巴那一場是越戰到六十幾萬的 阿修 都非常的精彩 然後這一次的普通賽場的話也是十勝 十勝入到八強賽事 可惜阿一樣沒有辦法拿下第一名 目前還沒有拿過第一名的成績阿 再來看第四場 第四場遇到的是十八萬的傑尼龜 我們是封八 這個就是一個爆氣 大招一次帶走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第六 第五場 打板療 三十二萬板療 我們是K 雖然他反傷很痛 應該是六門的 但是K的話應該是有辦法一波就直接帶走 沒有爆擊耶 沒關係 K的小技能 拆坦十足阿 好 再看第六場 第六場是遇到滅沙天的狼特 狼特打狼特 我先手 比較高阿 但是我們雙方都沒有出到小技能 真的就是誰先手贏 就誰就先開大招了 好 再來就是看第七場 第七場遇到的是二十八萬的一格 我們是因為禍技的部分 在這技能30%來說 比較沒有優勢 所以我才把他往前挪了一下 這個應該是一個屌虐啦 完全是一個無血量的狀態 好 再來就是精彩的部分了 第八場遇到的是炎羅的 雖然是 那場是有點秒換阿 雖然比較不好意思 但是是六十七萬的阿修 我們是 五十萬的爪八 因為小技能30%的關係 真的是 爪八 也很給面子阿 小技能真的是狂粗阿 這種模式的話 對於爪八這個算是已經 全能型的角色 是非常的優勢存在 我們再看第九場 第九場想到遇到零充的爪八 想說是五十六萬 想說我們應該會輸 只是沒想到 我們臉比較白 他沒有出小技能 我們還重點是 我們打他沒讓他滿怒 這真的是 算這 完全算是人品爆發 好 再來看就是 普通場式的第十場 這是關鍵阿 五十萬的天狗 我們是 五十二萬的沙白 他 天狗 滿慘的 從頭到尾 一個大招都沒出出去 沙白在這個模式也是很外掛的 其實我記得 天狗的小技能 不是會有帶雲子的效果嗎 印象中 他竟然一個小 一次暈都沒暈到我們 沙白我記得他在盾的情況下 有免疫負面嗎 應該是沒有 忘記了 這個人要再查一下 他想說十回合的小技能 一次都沒暈到 那真的是 人品滿差的 完全一個小技能都開不出來 一個大招都開不出來 所以真的是 有點悲慘 好 我們再來看我們 八強賽事第一場 我們第一場的話 是白草 白盧 跟一格 遇到的是神牛的 神牛他是離線 他是八神 風八跟火舞 所以我們 基本上爪八的 呃那個 白草是直接爪包 白草的時裝 這一次的火之翼士 雖然很帥氣 但是 他已經 會要 我會把他拿來下陣 所以 基本上我就不會特地去買 雖然是 好看啦 就是 讓人家 就有練 草剔系列的人 可能就會去衝他吧 不然的話 我比較沒有 興趣 我後面就 等那個 拔罐草出來 看會不會拿他吧 說不定會 會不會轉陣 有人不知道 會不會轉成 新式文陣 或是 一樣走本能谷 但是 只是搭了一隻 拔罐草 這個也是 看看搭不搭的出來 到時 大家就 期待一下 只是拔罐草 不知道會不會 在下個月 會不會出出來呢 目前我們的進度 好像差不多了 好像差不多 你記得 目前還有哪些 還沒出嗎 以BOSS角來說 陸服的 我最近比較沒什麼 在發龍 但是我們意外的話 確實要出 那個拔罐草 主要是拔罐草的 大招也是 很帥 然後 加上跟爪巴的 也有合體技 整體效 只有一個技能 就是帥 好 我們再來看半決賽 遇到打擊的 打擊是 阿修 K 跟 狼特 基本上其實 我可以不用上到這麼強 說不定我 禍技就可以一打三隻了 後面爪巴跟 那個 伊莉莎白 基本上就可以拿來 打最後一場 這算是比較可惜的 但是最後一場的話 會比較怕的 就是 林衝大的 他的 女暴風 因為女暴風 畢竟要打一波 不打一波的話 就算一直扣怒也沒用 因為他低於 40%時 回來實在是會回怒 我伊莎貝爾 伊莉莎白 也是撐不住 這會不會1.3隻呢 1.3隻其實就 後面爪巴跟 三百真的就是 比較浪費 但是我 以這個情況來說 我是覺得 有機會 1.3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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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隻 完全接近蠻小的 2 採用 キッと3 先採用 确实打散球 沒有辦法打三隻 基本上也是浪費 因為以那個血量來說 後面的隨便一隻誰也都是打得掉的 好 再來就是決賽 決賽的話我就是K 狼特跟阿修 他就是 禍技 爪八跟暴女暴風 基本上應該禍技一隻就夠打我們三隻了 會不會直接秒掉K 沒有 極致壓血向職業只能打出一百七十萬的傷害 極致壓力 動物 打掉吧 打掉了 沒有用 爪八優秀的地方 剛才跟平用完了 我們這裡就恭喜林通達獲得這一次拳王爭霸的冠軍 今天也是蠻不錯的獲得第二名的好成績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